台北县西州山鹰部落遭到了拆遣之后 桃园县大溪五岭丑下的另外两个部落呢 现在也被迫拆遣 原住民为了维护家园坚持不离开 警方派出了大批警力来到现场维持秩序 但是原住民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跟警方发生了拉扯 原住民们坚持守护家园 收购的时候躺在地上 说什么也不肯走 警方只好连拖带拉 现场乱成一团 家园将被强制拆除 阿贝好伤心 老泪纵横 警方好不容易清空道路 但怪手一进入 原住民还是难忍激动情绪 高声呼喊 怪手失禁弄下来 怪手放下来 怪手放下来 还有人想要冲出警方围城的人墙 有肉身阻挡怪手 幸好及时被警方拦下 怪手无情地撵过地上的拖鞋 房子也一一被堪卫 我们都在这边了 保护我这拆这边树 现在那边过去共聊 他们说住在这边很危险 我没有保护啊 我孩子 我被离开 家里又离开了 怎么办呢 桃园县大西武岭桥下的沙乌瓦支 及砍金部落被迫拆迁 居民说原住民土地被侵占 才会离乡背景到西盘造屋来啃职 他们真的已经退无可退 现在家园毁了 他们无家可归 除了气愤 无奈 还是只能默默等待 县政府给予市党的安置 这是黄主华高玉玲 桃园财宝报导 是黄主华高玉玲